其实就是把 eSale 拿来当资料库来用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建立所谓的查询系统 也就是说你要做查询 像很多电脑里面会专门请那个工程师帮忙写查询系统 查询什么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等于是在做那件事情 只是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第一个,他资料是放资料库里面 绣是绣在他的程式 有的是放在一个程式里面 有的是放在网页里面 不过基本上逻辑是一样的事情 所以其实你说是不是一定要把资料放在资料库 才有办法做后续很多的处理 其实未必 资料库当然如果你资料量非常大 可能超过百万笔以上的话 那你可能我是建议你当然放资料库比较恰单 为什么因为资料太多了 你可能用以资料跑起来 真的还是有点是什么 小车你要载大东西还是不恰当 但如果你比数不多 像小办公室里面应用的话 我觉得就够了 这差异我想可能各位自己要再去斟酌一下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工具 真的不要太过拘腻说你一定要用什么工具 就是把工具解决你要用的方法对就好了 就像说我们后面会要讲的网路的截取资料的部分 其实当然我是建议 其实Excel有Excel的好处 但是其他有的时候我用Python做网路扒总 当然很多地方真的还是比Excel来的方便太多 功能强大太多 所以我会讲 但是我有些地方如果说可能比较 我建议还是有些部分 可能在更复杂的地方 你干脆用Python 还是如果你有对于网路扒总有大量需求的话 还是建议是学Python会比较OK 不然的话你真的要用VBA来做也是可以 但是写起来好痛苦 我是有写过 这个也可以做得出来 只是要写太多东西 可能就是说你要写好多回圈 要自己写 但是Python人家已经都给你现成的 像它里面有一个模组叫Beautiful Shop 那个超方便 就你要抓网页里面的哪一个表格 那你只要告诉他哪一个表格 然后相关讯息 然后你要表格的第几栏 它就下来了 你不用做太多 程式也不用写很多 但是因为在VBA里面没有这个Beautiful Shop 所以你要自己写 也就是说 因为Python现在的好处是说 很多东西 人家都帮你写好模组在那个 就是在网路上面 你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目前的模组数量超过几十万 而且那个速度还在成长当中 也就是说你想得到的 你需要的功能 网路上应该都有了 而且是Open的 Open Source 所以你只要把它抓下来 放上去 那你就可以 比如说语音辨识 影像辨识 一堆啊 你只要 比如说你要影像辨识 你只要提供他一个图 比如说车牌辨识 他就自动告诉你那个 那个图里面 他的车牌号码是几号 也就是你丢给他是一个图档 他Return 他返还给你的 也就是一串可能是英文跟数字 那你就知道了吗 OK 所以大体上是这样 像声音辨识也一样 你都其实不用自己写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总价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改成所谓的那个 建党日期 比如说我要找 介于什么 在2009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个资料 那我该怎么去把它筛出来 其实也差不多意思 就是期指日期 有没有 这边注意 其实在Excel里面 日期呢 他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的意思就是 跟1900年的1月1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也就是1900年1月1号 背后呢 其实就1啦 OK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 试试看 我先试试好了 比如说我要2009年的1月1号 到2009年的12月31号的资料 帮我把它捞出来 放在这边一下 按确定 你会发现他自动帮我捞到这边来 然后最后当然我可能需要一个排序 好像刚刚那个 同学讲的那个需求 虽然有人不会排序 OK 甚至我们都可以用VBA排序了 甚至也不用自己动手 那要怎么做 我想这个地方 当然最后你可以资料 不过你可能A到Z Z到A 自己再排一下 比如说我要D升 那我就A到Z一下 要不要扩大方法要 OK 那要Z到A 要不要扩大 扩大一下 那这个地方 你如何透过VBA帮你去撰写 OK 也就是程式里面最后再加一行就好 你要D升或D减 如何撰写 其实程式非常简单 就一行 很简单 前面有写过 你可以指定 比如说我从Range A1 目前的整个范围 整个范围就Current Ratio 然后点后面有个方法 叫Sort Sort Sort就是排序 然后你告诉他什么 你要按照哪一栏排序 然后排序的方式 是什么就OK了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撰写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有几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说我可以拿什么 把刚刚的那个筛选总价的部分 抠过来 贴上来就可以了 贴到把它改这个建档日期 另外的话改几个地方 因为这个改的地方不多 所以我已经把它贴到云端上 就是改这个 就是请输入起始日期 请输入结束日期 然后底下的话 会有个地方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一定要改 为什么一定要改 假设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如果不改的话 这个地方 比如说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斜线 特别注意 这个斜线 在那个什么呢 在那个党名 就是工作表名称上面 它不允许的 它那个保留字不能用 所以呢 怎么办 要不就是说你去掉 可是去掉看怪怪的 你变 所以我想一个方法 符号里面能用的就是underline 底线 所以以后写程式也是一样 任何的符号都不要用 除了underline 是安全的以外 ok 所以呢 那我应该怎么样 我这边用个replace replace 因为在VBA里面有一个方 一个方选 有个函数 叫做replace replace 其实就给他三个东西 第一个 你要取代的字串给他一下 所以我这一串给他 这一串 就是介于x 与y 有没有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输入这个x跟y 然后我就不是串接吗 然后介于这 就是等于我要给他的名称 我就把它先放这里 然后呢 我要把这里面的什么东西 因为x跟y里面 只要串接完之后 他就变自串 那我就把这个自串 里面呢 的这个斜线 比如说我输入可能2009年的1月1号 然后放进来因为串接嘛 他就变成双0号 然后就把这两个变成底线 所以把这个取代成底线 只要有一个replace ok 这个replace方法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你们遇到什么 在VBA里面需要取代的自串的话 特别自串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斜线改成底线 再把这个结果丢到s 再把这个s丢过来 其实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干脆把这个写到这个 也可以啦 只是一般习惯是先丢到s 然后再放过来 ok 你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 你把它结合一行也ok 好 大概这里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话呢 那个filter autofilter 本来是8 改成1 第一栏 然后再来的话 大于等于x 小and 一样 小1等于y 那你想说老师 那这个不是一个日期吗 为什么你跟数字一样 那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呢 1900年的1月1号 其实我之前在入门班的都有提名 按右键 你把它改成什么 储存格格式 你如果改回通用格式的话 它就是1 那如果这一天的话呢 当然随便找一天 也是一样 它其实背后 你看到的格式虽然是这个 但是实际上呢 它是4万288天 意思说跟1900相差几天的一顺 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是小数点 就是一个小时就二十四分之一 当然会有小数点一堆 ok 只是说呢 我们实际上在操作 等同就是把它当成是数字来看待 所以基本上撰写完大概 看到的结果就是这样 其他部分应该不用改 我看一下还有哪一个要改 这个 这个我有把它mark 起来 ok 然后最后排序部分 排序的话 要怎么排序 比如说我希望最后 帮我递减排序 或递增排序 那其实呢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怎么最后做完之后 加这一行就好了 那这一行怎么 比如说我现在要递增 递增的话 这别只好 第一个呢 你跟他讲说 你要这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所以呢 我们记得 第一个就是把整个选取起来 那整个选取起来 怎么告诉他全部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游标先放在 这个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储存格 那大家一般习惯用A1 当然你这个不一定放A1 你放A 这个B1这些都可以 放任何一个地方 范围里面其中一个储存格都可以 然后呢 把它全选的话 就有一个属性叫Current 这好像之前有讲过 Current Rigial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范围 Ctrl向右向下的意思 所以这个还蛮方便的 或者你用Ctrl向右向下也可以 或者你用Range 然后A1到L2500 其实就等同于Current Ridge 不过有人说 你固定范围 将来在撰写程式修改不方便 这个比较弹性大 因为它等同是自动帮你去侦测 所以这个属性一定要记得 那我要针对这个选选之后做什么呢 做排序 所以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 你要针对这个范围做什么呢 Source 所以你就打一下Source 它是一个方法 因为要排序 等于是一个动作 那Source后面的话 你会发现空格 它就会告诉你一堆的参数 需要什么 不过其实最重要就两个 一个是你要根据哪一栏 不过通常 第一个Key1 就是哪一栏的第一个储存格 所以通常我们是给Range A1 意思说我要根据A A栏排序 就是Range A1 那意思类推 就是如果你是B栏 就Range B1 意思类推 就是哪一栏 就是哪一栏的第一个储存格的意思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要怎么排序 特别注意 你可以打1 其实它这边1的话是递增 2的话是递增 不过你会发现我打1 1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 是什么 这个XL ASC 这个ASC Ending OK 那底下的话DSC Ending 那当然一个是1一个是2 你打1 这个是递增 或者你打这也可以 或者你打1 1 或者是打刚刚那个都可以 递增 其实它会跳出来 你递增完它也会提示你 那我们干脆如果递增就这一个 递减就这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要让它什么 变成递增的话 越来越大的话那就这一个 OK 当然如果因为它现在已经跑完了 如果它4的话你可以Ctrl-C Ctrl-G Ctrl-C 然后再Ctrl-G 的话它会跳出什么 它会跳出即时运算式窗 在这个底下 然后把它拉下 因为这个可能宽度 其实就是这个即时运算式窗 还是在跑 Ctrl-G 你可以把那个指定贴上去 这怎么出过来 快掉了吗 你看它在下面这里 在这里 OK 它可能跑太下面了 好 这样子好 如果我把刚刚那一行贴到这里 当然你 我们之前有教过是按问号 这个是指 就是把里面产生的结果秀出来 但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要让它执行看看的话 那你直接就不用问号 直接让它run 我们看一下它被递 现在这样是应该是递减 那我现在变递增 按Enter就可以了 Enter 你会发现它现在马上递减了 如果你要递增的话 你就这样 再把它改这边递点 然后后面的话它会出现 这个 向上向下 或者你记一二也可以 Enter 递增递减 但是我看一下刚刚是不是有没有什么 递增 这个是递增 Enter 但是 会有个问题 所以 如果说 最后 最后 它也没有 它也没有黑的 所以第三个好像要给 这个如果是递增 我改成递减 然后递点 第三个要给它一下 第三个 应该是黑的 应该在这里 黑的 所以 它的顺序刚好不在第三个 第四个 它在后面 所以你可以的 这可能要自己打那个参数名称 黑的 黑 这 dr 然后冒号等于 它会出现 就是 有没有 上面有没有蓝的名称 你当然记得 你不要让它gas 让它拆拆看 你要怎么 拆拆看有没有 然后我拆错怎么办 一定要是yes 所以 我们就是 应该要让它先排回来 再把它加上去 排回来 这个OK的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加上去 有没有yes 在这个地方再把它改成 这个 递点 这边的话就是 刚刚这个地方如果不加这个 就是header 等于 那个yes的话 会好像会错 enter看看 这样就有没有 你会发现 加了这个 它这个就保留了 那 因为前面这两个参数 是按照顺序 所以前面可以不用加这个名称 那 因为这个的话 它是很后面的那个参数位置 所以 你不能不加 你如果像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把这个黑的帽号等于拿掉的话 enter看看 你看会不会成功呢 好 参数无效 有没有看到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说你要了解传什么东西给它 很简单 其实我很多东西都不用背 我都没有特别去背它 我就什么 sort折空一格 它就出来 那我就参考 另外如果说你对于那个什么 你要该给什么参数不知道 没关系 把它back回来 按F1 它就会有参考 有没有 每一个每一个 一二三四五个要怎么传 不过你会发现 它上面写的东西说 你慢慢要看懂的话 那很多 以后你也会用它 即便你完全没有 你看懂就OK了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的sort方法 然后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有再加上这个地方 所以是最后面可能还要再补一下 这个如果没有加刚刚那个东西 它应该也不OK 所以一定要记得这个 然后逗点 我们如果递增 后面的话记得就逗点 再加一个 其实我习惯打小写 为什么呢 因为你移开如果变大写 那表示是正确的 yes 有没有 移开变大写 所以记得这个是一定是必要的 那也就是排序 将来就是说呢 一定要给至少三个东西 否则会出错 一二三 OK 那至于说 比如说你有位大的key 比如说你希望排这一栏完 再排第二栏 那你后面给我key2 有没有 你再加一下 加个顺序呢 反正你就按照我刚刚讲的 你按了五万里面都有参考 OK 所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资料库里面最后回来的东西 它一样会排序 一样会用类似的方法 其实我看 对我来说 因为我以前用 这个资料库 最刚开始 其实我是先接触到资料库 才慢慢用到Excel 那我其实现在只是说 把我以前用过资料库的经验 反推回来 那其实我发现真的有些人 习惯用资料库之后 他用到这个他就不习惯了 但我觉得也没有不一样 根本反而这个更简单 反正你资料库有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做这些动作 大部分都要学会一个Sequel语法 你才有办法去控制资料库 但是对一般来说 图形化的东西 可能远远还是比Sequel语法简单太多了 还有另外Excel 到处电脑都有 你要叫他说装个资料库 对一般来说还是非常遥远 所以其实我本来规划第二单元 会讲那种 有个MS Sequel 不过我先跳过 我看后面有没有时间 因为看大部分同学 好像接就是会用到的机率不高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MS Sequel 那个复杂度也蛮高 光要把那个东西装起来 其实对会装的人来说是很简单 但对一般完全身手来说 还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你还不见得用得到 所以我觉得那个重要性也许不是那么高 也许我们之后再试情况 再来讲一下 或者是云端 我会把一些重要的部分 跟各位做说明 如何做排序 然后为什么要顺便讲排序 因为除了刚刚同学提到排序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同学也有问我 如何用VBA做排序 因为他看了很多书里面 也没有提到 他说老师 我最后做完了资料 但是我希望排序 可是我找不到有些相关书籍做排序 那我以前用录制聚集录了一大堆 真的喔 如果你们用录制聚集去录出来 真的我不介意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用录制聚集所产生那个层次 一大堆 所以说生的其实真的只有一行而已 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